目前石家庄市正在进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民众检测过后产生的医疗垃圾如何处理 是很多民众关心的问题 1月13号 记者来到石家庄市妇产医院 跟随该院医护人员董立飞、王莎和孟非非 拍摄了他们回收和转运医疗垃圾的过程 今天我们是把我们医院指定的一个核酸采集点 把医疗垃圾回收 然后如果不及时回收的话 容易造成一个交叉的感染病毒的传播 所以经过我们医务人员的专业回收 放到指定的医疗处理的地方 我们现在马上要给我们同事一起出发了 在石家庄市一社区核酸采集点 记者看到 20余袋医疗垃圾经过医护人员专业处理后 才可以装上转运车 每一个医疗垃圾回收点都要做好信息登记 做到医疗垃圾来源可追溯 我们现在在眠二东社区收集垃圾23袋 垃圾的数量一定要清点 对了收集垃圾前要在垃圾袋外边 看他们的标识写清楚没有 要知道垃圾这个垃圾是出自哪个社区 这个社区的负责人是谁 打包好的垃圾一定要用鹅井杰打包 打包好以后拿消毒液去喷洒去 喷洒了装车 13号上午 王莎和他的同事在指定的22个大型医疗垃圾回收点 一直重复着消毒打包回收的动作 经过近5个小时的工作转运车基本装满 我们从今天上午9点钟到现在将近快2点了吧 回收了150袋垃圾 下午呢我们继续会把去扫尾做一些扫尾的工作 据了解医疗垃圾含有害病原体 其危害性是普通生活垃圾的几百倍 因此回收过程非常危险 王莎和他的同事在整个回收过程中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我选择职业就选择担当我觉得这是应该我应该做的 我在2020年参加武汉抗议的时候 家人就非常支持我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能让我坚持咬牙坚持下来 这次呢是在家乡出现了这种那个疫情 那我们更是义无容辞的责任 我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作为一个医护人员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同时我觉得参与这个事情 我的城市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努力 一点点的奉献吧 这是一件很值得很值得的事情 据了解 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回收的医疗垃圾 会统一放在该院指定的医疗废物暂存点 按照当地防疫要求 这些医疗垃圾将运往指定的医疗废物收集点进行统一处理 这些医疗废物暂存在这里 这些医疗废物暂存在这些医疗废物暂存在这里 这是一件很值得的事